根据破产局的数据显示 从2010年到2014年 共有25000名35岁以下的青年人破产 这说明了现今的年轻人都没什么理财观念吗? 其实也没有所谓 年轻人比较不懂理财 或者老年人会有比较容易理财 年轻人总有一天会变老年人 这些是经验的累积 所以最主要的是 你的方向要对 你的目标要对 其实钱少的时候 你更加要管理好 很多时候在年轻人那方面 其实我不难理解 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 而且希望钱越滚越大 但是如果那个情况不发生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放弃 坦白说了 很多很多的理财课程在举办着 官方的也好 私人的也好 理财机构也好 它其实是有的 可是这个课题 对于一般年轻人来说 没有是太大的兴趣 你现在告诉他 钱要怎样花 钱要怎样省 其实是他们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你叫他把钱省下来 不去做这个花费 或者告诉你说你要买房子 你应该储备这样多 这些全部是不好听的话 但是如果我自己本身 我没有目标 或者我们英文常讲的 我没有priority 我没有优先顺序的 就变得不重要 反正活在当下 我现在开心 我还年轻 这些问题迟点才谈 一般上的得到的答案都是这样 金钱的累积 经验的累积 其实是一步一步来 慢慢要去学习的 你越早学习 你越有方法 用对方法 OK 你就越来越有信心 有人认为买房子要趁年轻 即使辛苦一点也不要紧 这总比将来要买贵房子好 对于这一种观念 他又怎么看呢 Sombox是最好的timing去投资房子 我不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我还是相信那一句 不要看整个timing 看你自己能力 就算timing is right 现在是最低的 但是你明明就没有能力 你去借回来是求回来 像我很坦白跟你讲 你能不能保护你的现在这个产业 也成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供不了的话 很简单 银行就Lay long 这样是不是跟timing有关系 还是跟你的个人能力有关系 这样你是不是没有能力之下 又拿了一个债务进来 这样是不是你双重打击 债务也有分好跟坏的 有些好的债务 很多生意成功的朋友 都是靠债务起家的 你不借钱 你不去创业 你不去拿到这些流动的基金 你要如何把那个生意越做越大呢 所以举债本身也要看 只要你有经济效益大过你举债的那个利息 这样也是好的债务啊 举债之前有想清楚吗 你只是为了举债而举债 一路很多朋友告诉我 我为了想买那个H字头的吃 我不要买P字头的吃 叫你去举更大的债务 但是跟着下来这五年 你不能吃饭 你吃面包 问题又来了 所以你是知道 但是你选择了 用这样的方式来过活 字幕志愿者 梁子 的话 就不可以